接著到這一題,我們現在有一條直線ABC,就叫我們找BBC比AD的比例 這題目都是DSE常考的,其實都不難做的 我們首先會找到BBC和AD的比例,我們會找到兩條邊都可以在三角比裡面涉及到的一條邊 明顯應該是CD的 看一看FETA在這裡,通常是SizeCosite都有機會用到的話 首先不要想Tangen,我覺得比較直接的講法 首先我們會看到,如果我們用SizeFETA的話,你會是CD除AD 你應該覺得OK的,因為你看到現在就跟這個AD有關 而AD就是題目要求的東西,那就適合 所以我們就可以寫,其實CDSizeFETA就等於CD 同一時間我們就用FA,FA的話,我們要涉及到BC的話,應該用Tangen會比較好 TangenFA就等於CD除以...sorry...BC 所以BCTangenFA又等於CD 不好意思,我左邊寫錯了,這個應該是AD 你會看到CD等於CD等於CD又等於他,兩個人就一樣 所以我們會有AD SizeFETA就等於BC TangenFA 對,你吃螺絲,不停說錯話 所以他要我們找BC除AD 我們就把AD除過來,然後把... TangenFA除回去...sorry 將側角度除回Tangent Phase 所以你應該會圈到A 成功做到23體